腾讯体育11月4月选胡人客场挑战开拓者,最终他们以114比110写胜对手,勒布朗詹姆斯词一登场31分钟,20投9中,罚球1,一罚9中拿到28分5个篮板7次助攻。 他的罚球命中数超过皮尔斯,升至历史第八,斩皇带队取胜同时在营里成杯,在本赛季的常规赛手段中,胡人的对手正是开拓者,当场,斩姆斯拿到了26分12个篮板6次助攻的数据,但却无力救助,在输要那场比赛后,胡人在面对开拓者时遭遇了16连百,次一再碰开拓者,这不仅仅关乎复仇, 也关系着胡人的士气,在上一场显射独行侠后,紫禁军团也希望交任性延续下去,来到摩达中心的胡人如同中了魔咒,在首截比赛里,他们出现了各种无厘头的失误,镜头给到场边的卧盾,厚着一脸无那表情。 直到首截还剩4分钟时,斩姆斯才利用一次掏头打2加1,完成本场比赛首个进球,在进攻端,斩姆斯两度遭遇凶狠的大猫伺候,在首截一次进攻中,斩姆斯在一次上篮时被努尔基奇直接封盖, 在第二节末尾阶段,勒布朗在篮下强攻,但再度遭遇到阿米奴的霹雳火锅,斩姆斯惨遭对手风改,但在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刻,勒布朗毫不含糊。 在第二节,斩姆斯屡屡杀入境区制造A鞋,帮助胡人和开拓者在进攻端展开僵持,而他的牵制和传球也同样成为杀杉对手的利器。 在第三节一次配合中,勒布朗在第一时间,立将球掉给篮下的库兹马,助攻后者打成。 这一次配合也彰显詹姆斯超强的传球意识。 在末节比赛里,胡人一度建立了20分领先,倒开拓者掀起凶猛的反扑,一度将温差迫近到6分。 关键时刻,斩姆斯再度开启个人模式,他先是持球杀入境区完成士大力臣的劈扣。 此后,又是勒布朗站出来上篮得手,帮助胡人保住了领先优势。 中场显28秒,斩姆斯再度发挥了指挥官的作用。 他在第一时间,将球交给篮下的脉机,助攻后者反身上篮了手。 中场前9.8秒,斩姆斯走上发球线。 在本赛季对阵马次一战中,勒布朗曾经在最后时刻两把不中。 这一次,他没有重蹈覆辙,稳稳两把拳中,在命中这两期发球后,斩姆斯生涯发球命中数,达到了6919个,超越了保罗皮尔次6918个,升至NBA历史发球榜第八百。 在现役球员里,勒布朗在这项数据上紧续莫维茨基7201个,相比较记录,胜利才是更欢迎的事情。 上一次,胡人击败开拓者还要追赐到2014年3月4日,而如今,勒布朗帮助球队中结了对战开拓者的16.100。 这一场胜利无疑也被附加上了特殊的意义,猫大雄。